彭亨云兵昨晚发生了一起涉及三辆交通工具的连环状车祸 夺走三人性命 另有四人受伤 云兵警区主任穆阿默阿扎哈里透露 夺命车祸昨晚8点50分 发生在关丹通往西加木路第126公里处 事故涉及一辆托格罗里和两辆轿车 警方披露 36岁男子穆阿默凯鲁 当时开着国产花蝴蝶轿车 载着三名乘客从西加木出发 他的轿车在事发地点失控撞向反方向车道 迎面撞上一辆托格罗里 而罗里再撞上一辆第二国产车阿夏 最终导致花蝴蝶轿车司机和一名18岁的后座乘客 以及40岁的托格罗里跟车员当场死亡 至于托格罗里司机 花蝴蝶轿车车上的两名乘客 以及阿夏轿车司机则是受了伤 死者和伤者已经分别送到云兵医院解剖及治疗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41-1条文 从鲁莽或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角度 调查这起车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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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查 hub forging 适温摸 编取 若被保持 一出 téc安全 现在 词 冤 感谢观看